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6月9日下午,北京时间的4点半钟左右 中国的央媒就发布了习近平在6月8日下午 在四川宜宾市考察调研的情况 习近平6月8日的上午是在四川省的梅山市进行考察调研 这一天,他的行程汇总下来看 习近平已经是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农业、工业和就业之中 所以可以看到5月25日 中国国务院举行稳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以来 李克强是主要在抓经济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习近平是终于做出了改变 此前中国的一些地方 其实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去统筹好 所谓的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所以习近平的四川之行释放了很大的信号意义 先快速地看一看习近平在四川之行 他主要的行程 6月8日的下午 他是去到了四川省宜宾市考察了 三江口宜宾学院 吉米光电有限公司 分别了解的主题就是 长江流域生态修复保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企业自主创新等情况 那这是三个主题 6月8日上午的话 他是在四川省的梅山市 主要涉及到的主题就包括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强粮食生产 推动乡村振兴 做好疫情防控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 所以综合来看 农业 就业 工业 还是占了重头的位置 确实就是一句话提到了做好疫情防控 关于疫情防控 是不是又要从严从井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中国官媒就没有披露 习近平究竟是说了一些什么 不过有一张图片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 6月8日上午 习近平就去到了梅山市太和镇永丰村 这张图片显示的应该就是一个药房了 那么习近平居中 他是没有戴口罩的 他身前隔着大概一两米 就是工作人员戴了口罩 那么习近平的身后 是这个村的第一书记 没有戴口罩 那么这位女书记身边的门 应该是敞开的 所以图片整体呈现的 就是一个室内的环境 半通风的状态下 习近平本人其实也没有 做更多的所谓的防护了 在室外的一些场合 照片就显示 习近平其实也没有戴口罩了 所以中国的疫情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态势 特别是说在疫情本来就已经比较稳定的地方 究竟疫情重要还是抓经济重要 地方上的官员看到这样的一组照片 其实应该也是心中有数了 在疫情防控这个话题之外 其实习近平四川执行更多的主题 那还是涉及到的就是农业 大学生的就业 企业的自主创新等等 所以这些线索把它梳理下来 和五月底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就是高度重合 这中间的背景 其实也是非常明确的 从五月中旬 五月下旬以来 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 似乎是存在着某种差异 方间舆论普遍就有解读成为 究竟是经济要优先 还是说抗疫防疫情要优先 两个人之间存在着 认识不统一的情况 甚至有所谓的路线斗争 那么六月八日 习近平的四川执行 因为他稍微神隐了一小段时间 又出现在了公共的视野之中 这一次四川执行透露的信息 那很明显了 习近平也已经把更多的精力 或者说要点 投入到了农业工业 大学生的就业等等方面 到底是哪一些因素 比如说是不是一些路线的斗争 有没有一些党内元老 在中间发挥作用等等 促成了习近平的转变 那各种说法都有 细节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但是结果非常的明显 李克强所谓的独美 这样的情况不会再有 在中国官方未来发出的一些消息里 习近平应该会更多的来谈 如何去稳定经济 稳定市场 稳定就业等等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可以特别提一提 就是说在六月八日下午 习近平去到了宜兵学院 那么他所选取的场合 是一个民营企业进校园的宣讲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场合之中 又有学生的代表 又有民营企业的代表 那么习近平他的讲话 可以说是两个群体都兼顾到了 透过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帖子 可以看到 宜兵学院现在可以说是炙手可热 因为中国的高考刚刚结束 很多学生都已经把关注的目光 投到了宜兵学院 那么对于宜兵学院要毕业的学生 在校的学生来说 现在信心也是高涨 认为未来对他们的就业是有帮助的 当然一些企业也对习近平的这一次 四川之行表达了赞赏 感觉到信心更足了 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国这样的一种 话语模式之中 其实最高领导人的一个表态 一个姿态 他传递的信号 很多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得到 反过来对习近平本人 可能也是同样的效果 多数场合 室外的场合 他也不戴口罩了 会比较更加近距离的 更加深刻的来体会身边的氛围 当然习近平的这一次四川之行 还有不少的政治方面的解读了 首先就是这位王小辉 他现在是四川的一把手 那么他是2022年4月间 才开始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的 这次习近平四川行 他也一直陪在身边 看上去习近平对这个 从中共中央宣传部 常年工作 常年成长起来的一位官员 还是非常信任的 所以这一中间就有一个比较的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5月26日到5月31日 中国国务院是派出了12支督察组去到了12个省 其中就包括四川省 这12个督察组是副部级的官员来牵头的 那么有一位官员就特别强调 督察组的督察方案是由李克强总理本人亲自审定的 那么去到四川省进行督察工作的这一支国务院的督察组 5月26日是没有见到王小辉四川省委书记的 当然了12支督察组也只有两个省 一个是浙江省 一个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出面进行了对接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显得相对突兀一点的 就是在5月26日的对接会上 四川省的省委副书记同时也是省长黄强 透过视频方式来和国务院的督察组进行一个工作的汇报 所以简单的理解督察组本来下到地方 就是要看看各个地方有没有在疫情防控的这个背景之下 把经济突出的抓起来 结果这个四川本地的官员呢 是进行了一个远程的交接 所以感觉上就是把疫情看得更加重一点 那么接下去呢 5月31日理论上 中国国务院的督察组就返回北京去写报告了 到了6月初 四川省又推出了一个策略 这个在整个中国范围内 不说是绝无仅有的 至少说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当地的官方决定了 在整个四川省的层面 对工业领域的一些重要的企业来实行防疫泡泡 那么这个所谓的封闭管理 其实它是一种应急状态 紧急状态之下才采用的办法 因为它对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 上海在封控管控期间 尝试着对一些重要的企业来进行闭环管理 在闭环的状态之下尝试开工 那么现在四川的疫情 其实整个中国的疫情 总体来说都是比较稳定了 进入了所谓的常态化防控的阶段 所以四川的防疫泡泡的做法呢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似乎是有一个加码的嫌疑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6月8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又召开了一次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他就特别提到 这12个督察组的督察报告是已经出来了 其中就是确实有些发现 有些地方存在着政策落实不到位 不精准 工作简单化 一刀切 乱收费 乱罚款等问题 那么这个会不会涉及到四川省了 督察报告应该很快会公布 此前李克强还提到了 那该问责的要问责 所以看看这个中间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吧 这中间的反差那也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四川省和别的11个省相比 理论上对于中国国务院督察组的接待呢 相对就低调点 换另外一个词 轻慢一点 也许也不为过 主客观的因素可能都有 那么一转眼 习近平反而是去到了四川省 来进行一个考察和调研 在上传这则视频之前 中国央媒又更新了习近平四川执行的内容 其中就有这么一句 习近平就提到 坚持就是胜利 要毫不动摇 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 坚定性性排除干扰 克服麻痹思想 坚决巩固 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等等 接下去来看一看中国的常态化 防控之下的常态化核酸筛查 现在可以说是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争议批评 甚至是质疑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6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 它透露出来了一条信息 普遍就被解读成为 中国的官方或者说中国国家卫健委 这个层面的对大规模的核酸筛查 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其实是持否定态度的 所以现在似乎是一个很含混的状态 那就是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到底要不要搞 到底是怎么样搞下去 很多人觉得是一头雾水 对常态化核酸筛查 进行了相关点评的人士 是贺清华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控局一级巡视员 那么当有记者就问 今后出入不同场所 查验核酸证明是否会成为常态 6月9日下午记者问 那么何清华他就做了一番表态 他的说法比较的多 比较核心的 那么几句可以把它拎出来分享一下 第一句 没有发生疫情 也没有输入风险的 查验核酸不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当然了 这个中间也是比较含混 因为要理解起来 这个分寸在哪里是比较难的 有没有输入风险 那理论上有人员流动 特别是有跨省的人员流动 那都有输入的风险 当然了 没有发生疫情 这个就相对比较好理解 在过往的7天或者是14天 这个范围之内 是零人感染 所以这个他给出了两个维度 其中一个维度 一个标杆相对好把握 另外一个标杆 没有输入风险的相对难一点 那么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那听上去就比较明确 也比较好把握了 他的说法就是 低风险地区 低风险人群和长期居家人群 没有必要频繁的进行核酸检测 所以他提到的是低风险地区 这个在国务院的官网上 都可以去查到的 国务院的小程序中 有不少的信息可以看到 所以他提供的一个标杆的效应 应该就是比较明确的 那只有中风险区和高风险区 当然在紧急情况下 风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可能查的就会比较的多 因为这个是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所以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很多人认为 这个卫健委的贺清华 一级巡视员 他的说法就代表 国务院的一个表态 不少人还特别提到 这个应该是最近 比较少有的中国的官方 对于和常态化的核酸拆查 究竟是怎么样搞一个表态 第三句话 现在应该说也是备受好评 贺清华就强调 对采取非法强制性措施 强制公众参与核酸检测的地方 单位以及做出决定的个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将要求地方及时纠正 同时也欢迎各界的监督 当然了 这位官员贺清华 他也还是强调 核酸检测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尤其是说对有疫情的地方 他特别就列了一些细节在里面 核酸检测策略的制定 是需要根据疫情防控 需要划定核酸检测的范围和评测的 受检人员要按照风险等级 由高到低 依次开展核酸检测 那么具体的这个划分 主要就是 封控区24小时内 完成首次核酸筛查 管控区48小时 在疫情发生地的 低风险地区和防范区 确实需要出行的 需要持48小时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中国卫健委的这一位官员的话音刚落呢 上海那边有了最新的消息 6月9日下午上海官方发布的信息就显示 因为上海又新增了6例社会面的感染者 所以官方就决定 从6月11日到6月12日这两天 对上海的8个区 16个区中的8个区 开展全员的核酸筛查 那么这8个区中不少是人口大区 所以基本上覆盖了上海的大部分的人口 在6例新增的社会面的感染者中 有三位是来自美容院的工作人员 那么仅仅是这个美容院 它涉及到的密接和次密接的人员 又覆盖到了上海的15个区 所以可以看到上海它的人员流动 在6月1日以后是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上海官方也是非常的头疼 如果说再来一遍 又非常严格的封控管控两个月 对经济的打击非常的大 而且上海滩现在也是进入了 所谓的常态化的防控 那么中国国务院的专家 都已经撤离了上海 所以还是本土的一些专业的人士 在具体做一些细节的工作 那么在这些人士中间 不少是精准防控派 所以那精准防控派 当然比较的清楚 这个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其实它就是传染性很强 但是感染力 治病性都是比较弱了 所以让精准防控派 来做一些决策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左右为难 因为这些人要为 上海的李强和龚正 一位市委书记 一位市长 他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所以不可能只是考虑 技术的这个层面 科学本身这个层面 还要考虑到一些 所谓的政治层面 尤其是现在上海 其实是在紧锣密鼓的 要冲刺上海的党代会了 如果说这波疫情 又起的比较的严重 党代会如果线上举行的话 那确实整体的舆论的观感并不好 而且对李强一般认为 在中国二十大上 他会再进一步 这样的一位政治人物的仕途 带来的不确定性 是非常大的 所以上海本土的技术官僚 叫三月份的时候 那毫无疑问会更加谨慎一点 在采取的措施方面 也可能会激进一些 但是确实综合来看 中国正在进行的 所谓的常态化核酸的筛查检测 引来了多方的不同的意见 法律界的人士 会比较的集中和突出 最近的一桩就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女士 她写了一篇文章 质疑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就存在着法律问题 主要的就是这么几条 第一点就是 政府为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耗费的巨额经济和人力成本 是肉眼可见的 但是各级政府如何支付这笔开支 却鲜有明确的说明 是否符合预算要求 也处于黑箱之中 这个就得对公众的监督 带来了困难 第二点就是 因为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利益趋势 所导致的核酸检测造假事件 评发 这个也是和信息不透明 监管不利 有关系 第三点 常态化核酸 对普通个体造成的沉重负累 以及政府为推行常态化核酸 所付出的高昂的执法成本 那么其实呢 都会有不少的问题在中间 中国的媒体 最近也用比较委婉的方式 来对常态化核酸检测 投出了一些不信任票 突出的一篇文章就是 河南核酸亭调查 那么就显示 河南啊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大规模采购 政府采购 核酸筛查亭的省份 那么很多亭子呢 没有物尽其用 而且这个中间呢 涉及到权钱交易的可能性 非常的大 而且核酸筛查亭 它需要抽调基层的社区医院 以及相关的医疗机构的人员 到亭子里去工作 所以呢 现在就导致了社区医院的人没有了 那么普通的人去看病啊 又得不到保证 所以常态化核酸检测 它要可持续性 面临很大的挑战 还有的中国媒体 又看出了越南最新的一些消息 因为越南的官僚 涉及到了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核 那么已经东窗事发了 现在涉及到的 被影响到的 包括越南的中央委员 这个层级是越南的卫生部长 同时还涉及到了越南的核内市的市长 所以层级是比较高的 很多中国媒体密切关注和报道 越南的事情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比赋的手法 就是中国大规模的核酸筛查 当然也包括一些检测试剂核 这个中间是否涉及到 官员和商人之间的私下的勾兑在里面 中国大规模的核酸筛查被认为乱象频出 组织也显得混乱 最新的例子发生在河南省的驻马店市 因为这个城市已经决定要搞常态化的核酸检测 原则上是要48小时就要完成一次 所以这个频度密度是比较的大 那么更突出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采样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9点 如果说你在这一个时间两个小时之内 去做常态化的核酸检测 那是免费的 在这两个小时之外 如果有采样的需求 那就要到主城区内的医疗机构核酸采样点去采集 并根据现行的核酸检测收费标准支付 检测费用 那么费用呢是单采是24元每人 混采的话呢是4块钱每人 这中间的糟点那至少是这么两个 第一点那如果说市民为了省钱都蜂拥而至 7点钟到9点钟去到核酸采样点 那毫无疑问就会造成排长队的情况下 那么人员一密集 他没有办法保证间隔1米或者是2米的距离 那么奥密克戎如果说果真一个人已经中标了 他很有可能造成聚集性的感染 第二个糟点就是河南省竹马电视的做法 那么只给两个小时的免费或者说财政出钱 其实呢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纳税人出钱为主 那么你的依据在哪里 两个小时之外 为什么又要自掏腰包呢 凸显的还是地方财政的尴尬和无奈 又要抓经济 又要防控疫情 防控奥密克戎这样的疫情 对于资源有限财力有限的一些地方来说呢 其实是很难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